四名員警一看到嫌犯 一個箭步立刻包圍上去 將他壓在地上 但嫌犯身材壯瘦力氣相當大 不斷在地上掙扎 讓員警差點招架不住 先等一下 先等一下 把我壓制一下 先不要看 先不要看 這個嫌犯到醫院探病 被警方逮個正著 其實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被逮 今年三月時 因為不滿女友令結新歡 他還跑到情敵家開牆泄憤 案發後躲進一家賓館 甚至和警方爆發槍戰 還出動霹靂小組攻堅 雙方對峙十幾分鐘 最後找來嫌犯父親和前女友 發動親情攻勢 才讓他氣泄投降 今年五月才剛獲釋的他 沒學乖 因為失業沒錢 竟然靠毒品為生 還涌槍自重 警方趁著他到醫院 探望女友的父親 在門口直接將他逮捕 身上還搜出大批的子彈 強制和毒品 我們在場一些眼鏡 身材都虧無 後來是我們每一個眼鏡 眼妝的時候 把他整個身體坐在他身上 坐在身上 他才沒辦法抵抗 曾經入獄卻沒有記取教訓 一再為非坐膽 得二度進牢籠 實在讓人搖頭感嘆 借陳孟輝 彰化報導 是我們每次都選擇 但是我們都要 但是我們都要 這樣找到 很難看 我們可以購物 我們都要